蔣萬在 雖然他是台北市長 那在公民黨內的蔡家安排 各位同胞 在蔡英文執政這七年多 你過得好嗎 房價有比較低嗎 你的薪水有比較多嗎 通貨膨脹有比較少嗎 通通沒有 那民進黨這八年的住房政策 你覺得做得好嗎 房價真的有在降嗎 其實正確的講法 你有沒有告訴我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主席你認不認為這次出發部在漁民爭執 不是啊 他只是故意要卡我 就像大巨蛋一樣 反正能夠擋柯文哲什麼都擋 我們從來沒有找過中央麻煩 都中央找很麻煩 因為他們 因為被破壞台北市的什麼事都幹 可是差別很大 沒有陳輝他沒有陳輝 他沒辦法他身體不好還是怎樣 好 你幫自己評分數 你講完打來了 你講完打 你有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北市給講完安嗎 可以讓他剪裁的台北市 網友敲碗說好想看民眾黨四位北市議員來質詢一下科前市長 今天就來完成大家的心願 台北市議會質詢番外篇 我在此宣布大會正式開始有請黃敬議員 市長好 好 好 市長我要問你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我相信你應該也很熟悉 環一線你還有一點印象嗎 你知道在今年的1月30號其實已經完成了這個 當初在你任內交代的一個任務就是要移交 不過這看起來應該是個假移交 因為移交的過程中拖了很久的時間 甚至到現在為止都還有230個台北捷運公司的員工 在支援新北捷運公司的環狀線營運 我相信那個移交絕對不是只有員工的移交 因為第一點 它整個系統包括財產 它包括一個人都沒有想像叫know how 因為這個環狀線它裡面有很多捷運公司 他們在過程當中 甚至有些是申請專利 所以它從專利到know how 到一些資產你知道 所以當時新北市要跟台北市要辦移交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捷運公司跟捷運局都有列移交清單 比如說如果你要接的話 要這些要符合台北接 我相信新北市完全沒有準備不可能能夠接 所以它一定是台北市政府繼續在營運 只是說經營全是新北市 事實上全部的運作全部是台北市 那你記不記得當時台北市政府 有跟新北市講過好幾次說 你要準備好你的營運計畫 你的人力培訓計畫 我們才可以做這個交接的動作 但新北永遠都跟你說 我要全權接管 我要全權經營 但是永遠計畫都沒有準備好 這個他本來就不會準備 因為他不可能準備 因為他不可能人準備要再接 所以他的方法就是 台北市政府繼續經營 那他只是掛一個名字 所以他要經營 不過最重要是這樣 他以前環狀縣的這個叫第一階段 一定虧錢 每天大概虧好幾億 那你會不會覺得台北被新北吃豆腐 不是吃豆腐 因為他們就是黨內互通 就是說如果我跟佛友一直不同黨 我就不會聽到話 那個所以表示說 蔣萬在雖然是台北市長 那在國民黨內他應該還是小弟 等一下好難質詢 哈哈哈哈 但是 為什麼我自己想要他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現在繼續老師 可是侯市長最近跟你說 你在台北一個捷運都沒有蓋 應該是這樣 因為台北市的捷運 一開始發展 從台北開始蓋 蓋到後面已經蓋到新北市去 所以他是說 我在任內台北市的捷運都沒有蓋 因為我都去新北市幫他蓋 那你覺得新北這幾年捷運做的 他好像什麼都沒做 你有嗎 不然你講給我聽他做哪一條 哈哈 這真的很難質詢 只有捷運他蓋他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台北的捷運經驗 可以分享到全國各地 本來就可以啊 所以你才會做 那也要看他可不可以學啊對不對 還有學的會學不會 好這個應該都可以剪 第二題我要問的是 這些都要剪掉 對啊 怎麼煩 第二題我要問的是居住正義 你知道在蔡英文的臉書上面 有一篇貼文非常火紅 而且紅了好幾年 在2012年一篇臉書的貼文 到現在為止 網友還會到那篇臉書貼文下面草色 你知道內容是什麼嗎 你有沒有聽說過 有啦有啦 什麼這四年你夠的好嗎 那個 對對對 那你覺得這些問題問你的話 你你會怎麼回答 這四年你過的好嗎 現在輪到我們問他了 各位同胞 在蔡英文執政這七年多 你過的好嗎 房價有比較低嗎 你的那個薪水有比較多嗎 通貨膨脹有比較少嗎 通通沒有 那你覺得你在台北市的任內 做了這個社會住宅 不過還是有很多議員在檢討你說 社會住宅蓋得不夠好啊 或者是那個租金的問題啊等等的 你覺得在居住正義這一塊 你自己在台北市的任內做得怎麼樣 可以啦 應該是這樣啦 考地名條件是第二名考的比你差 不然你看看 全台灣哪一個縣市 社會住宅蓋得比台北好 請他們提一個出來講 通常是那個考最後一名 在批評考第一名 有點氣有 那民進黨這八年的住房政策 你覺得做得好嗎 房價真的有在降嗎 其實正確的講法 你能不能告訴我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我印象都沒有 好難質詢喔 好煩喔 好難質詢 那如果是你當總統 你會怎麼解決居住正義的問題 其實居住正義是這樣啦 它還是 這個複雜問題不可能簡單解決 你要解決基於從那個 只住不賣的社會住宅 到租金補 因為租金補貼裡面 還有什麼包住貸款 還有一個方式要 那個租屋市場透明化 最重要是稅制改革嘛 因為那個從多屋稅 空房稅 屯屋稅 要做事情太多啦 所以一句話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當然也更不可能幻想 什麼事都不做 只耍嘴炮 那國家問題會解決 嗯 好 謝謝市長 怎麼樣 比那個交換好質詢嗎 不是就是會莫名的突然笑出來 因為我大概可以猜測到 他接下來要講什麼 然後當他真的講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完了這段要剪掉 哈哈哈 這個中計市場其實就在市長家附近 就在後面 是步行可到的距離 那根據我們調閱資料發現 中央打算把這塊地收回去給樹發部 原址拆掉重新再蓋一棟新的大樓 最可憐的是東門市場 原先我們市府的計畫 是把這個東門市場準備在拆遷的時候 改建的時候 牽過來無縫接軌的 把它移植到所謂的南門中計市場 然後現在要在旁邊再找一塊地 再來蓋一棟中計市場 附近的里長 居民開協調位時 都相當的反彈 相當的生氣 主席你認不認為 這是觸發部在漁民爭地 不是啦 他只是故意要卡我 就像大巨蛋一樣 反正能夠擋柯文哲什麼都擋 因為他本來就是南門搬走 東門搬進去 因為那個 把它拆掉換個地方再蓋一個 是要花錢而已 除了花錢以外 有什麼目的 沒有 他就是 反正就給台北市找麻煩而已 因為當年蓋那個南門中計市場 就花了一億五左右 所以這就是消耗預算 那如果說您還在任內的話 你大概會怎麼樣來處理這個 其實是這樣啦 因為中央與地方常常就互相 沒有他互相 我們從來沒有找過中央麻煩 就中央找很麻煩 其實應該我們當時也跟中央表示說 這個應該要幫忙 不過他們 只要可以破壞台北市的什麼事都幹 只要可以破壞台北市的什麼事都幹 請問你覺得你自己市長的任期 給自己幾分 這個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已經很盡心盡力了 至少 該做都有做 如果你覺得我們哪裡做不好 你講 我們再檢討看看 所以一定有及格 有啦 這個 我覺得做很多事情怎麼會沒有 那如果跟蔣萬安師傅比起來呢 我倒覺得他還沒開始做 半年看不出成績 要過個兩三年才知道 所以 剛開始 因為你自己說過你前兩年是亂做 不是 我覺得 我相信他現在進去市政還搞不清楚 因為 像黃珊珊是在市政府有做過三年的 比較容易知道狀況 這外面進來 搞清楚大概就要兩年了 所以還需要兩年的時間上手 對啊 應該兩年才搞清楚 可是差別很大啊 你有成會他沒有成會 沒辦法 身體不好也怎樣 好 你幫自己評完分數 你幫自己評完分 也幫蔣萬安大家評完分 那你幫民眾黨四位議員的表現 在議會的表現這個會請 我覺得還不錯啦 80分應該是有啦 就是有模有樣 至少不是那種 我跟你講喔 有的那個議員質詢 因為他們在問的題目我會記錄 有的議員質詢 40分鐘以後我發現那張紙是空白的 40分鐘都不曉得講什麼 就是為罵而罵 有啦 有送一些禮物來什麼的 其他都沒有 聽說你基本上是不選總統 才會跟大家公佈嘛 這對嗎 對啊 對啊沒錯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沒有要公佈不選總統這件事嗎 沒有啊 就一定會繼續選 好OK 這些都已經提名了 一定選到底了 好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 你過去八年喔 在台北市 你留下了 你知不知道我也有幫你整理了一個東西 叫幫你留下了一個叫柯文哲大禮包 我統計了5千萬以上 然後到4億以下的案子 總共有189件留下來要給蔣市府 來去完成跟剪裁的 那對於這點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開工蔣萬可以剪裁的 但是市場 從第一口菜市場 魚市場 南門市場 哇太多北投市場 一大堆耶 還有公仔現在還有 大概好七八棟在蓋耶 那所以你覺得你有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北市給蔣萬安 可以讓他剪裁的台北市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對於接下來我們又不斷調整 甚至是國人認為 世界各國認為台灣的健保實在太便宜了 依你的醫療體系來去看的話 你有沒有認為台灣的健保費太便宜 那當然對於整個健保的制度 你覺得要怎麼改善 那健保本來就費用太低了 因為那個我們這樣衛生支出 這樣那個GDP還不到7% OECD大概9到11 像美國到17% 所以老實講 我們那個整個發在醫療衛生支出的錢太少了 所以本來就會出問題 而且到底你健保是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要搞清楚 如果社會福利 稅不可以這麼低 因為北歐國家那稅都沒有高很多 如果你是社會保險 他只能保大不保小 不能全部都保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付那個洋村麵的錢 跟人家吃牛肉麵 本來就一定會出問題了 那你如果當了總統 你要怎麼樣來改善這整個的醫療系統 哇這個老實講 其實老實講這也是大問題 因為健保實施超過25年 本來在全民健康保險法裡面 第44條第45條就講 如果要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一定要加以分級專人論人基礎 那這通通都沒做就實施健保 所以費用根本也沒辦法控制 你講的是很大問題 那個真的要 那已經25年了 這到底要怎麼改要想一下 那你有沒有信心可以來改善 這25年來沒辦法改善的問題 那這一定有辦法 不可能全部一次改善啦 但是我們會說我們的計畫是怎樣 目標是怎樣 那分期去完成 一定可以改善很多啦 好期待謝謝 今天的質詢到此結束 感謝各位的參與 散會 哇塞太好混了 太好混了 完蛋了 你們質詢講話一定講不出什麼東西 所以啊他就一直這樣子 差別第一個你還真的只修對決 第二你沒有電腦輔助 第三個你不會叫人出來 換來我不用你們不要上來 我讓我單挑他們 對